1999年,日本山口仙光市一对母女在家中被杀,案发失,被告人刚满18岁,伤了成年,日本20岁成年,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,历经9年诉讼,被告人中被判处死刑。 这是日本首立威成年被判处死刑的案件,也是日本少有的死刑案件。 证文,4288字,预计阅读时间,11分钟,文律师周浩,来源律师周浩的法律博客,少年法保护下的庭审,1999年4月14日,府厅随身携带胶带,内宫刀,绑件大户具,用的小绳,穿着工具服桥装成为修工,挨在寻找新移的猎物。 冲田公寓7树410市的女生物任福田为工作人员,将其引入家中,进入家门后,福田借其从背后暴中一声,但遭到激烈抵抗。 于是,福田将其杀害,并用胶带绑住她的双手并贴住嘴巴。 刑监营制计划,未能信念的是,被害人11个月的女人,也被福田勒毙。 案件发生后的第四天,光是警察局抓捕了刚刚年满18岁,上位成年的福田,听说这个情况后,被害者家属本村阳的脑海中,有个碾头,一闪而过。 不幸硬见的是,2000年4月22日,山口地方法院认为,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最为妥当。 一是,被告人做案时,仅18岁又30天,心理方面人未成熟,正在八甲阶段,人有可塑性。 二是,母亲自杀的复杂的家庭环境因素,可能会对被告人的性格与行动倾向造成影响。 三是,被告人对于被害人神感抱歉流下眼泪的模样。 可见经过开庭审理,被告人以萌生深切的罚警之意。 四是,以永山责夫事件,名古屋男女杀人爱见,以及是川一家四口杀害事件等为例。 认定被告人不宜判处死刑,复刑七年就能假释出狱,所谓的审判,不过是保护家害者的场所。 对于判决结果,本村仰无比分开。 与之同时,本案的基础检察官,也利用本村共同为改变司法而战。 我也有个年幼的女儿,如果司法连绳处一个将拼命爬下母亲的婴儿,重摔到的,然后残忍杀害的人都办不到。 那么这种司法不要也罢。 历经2000年9月7日,2000年10月5日,2000年12月12日,2001年12月26日,2002年1月15日等共计12次的开庭审理。 二审终于结束,期间,山口县警方与山口地监署搜集的23封福田写给有人的信件,成为指控其毫无罚信之一的重爆证据。 这个社会上根本没有人能原谅我,能制裁我,因为那两个人不会再回来了,几乎确定是无期徒刑了。 短短七年时光,我又能重返人间吗? 2002年3月14日,广岛高东法院宣布判决结果,相较于一审判决,重极法官宣读的判决主文,用词极为严厉,自私自利,卑劣至极,冷酷残怨,践踏生命,尊严的残忍至极的罪行。 可是,暗沉一就笼罩在少年法的保护之下,难以突破日本的司法习惯,只得维持一审判法,给出的理由包括两点。 一是,被告人只有强暴之计划,没有杀人计划。 二是,透过被告人的信件,起罚性质疑虽显不足,但确实存在,难保其唯有重生之可能。 判决宣告后,法庭内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 中级法官向本村扬帝首示意后,才离开法庭。 足见,法官虽深刻理解被害者家属的心情,但无法判处死刑,值得以此各位家属,充满争议的开庭。 二审判决后,过去了三年左右,最高裁判所下达开庭审理的决定,三审日本三审中审制时间定于2006年3月14日。 出乎意外的是,最高法的法庭上,福田的两位辩护律师,习数缺席审判,不得已开庭再次延后。 开庭前的讯息,2006年4月17日,福田的辩护律师,召开了一场发布会,从未出现过的意见浮出水面,福田是伤害致死,不是故意杀人,提出没有杀意,只是捂住弥生的嘴巴后, 不挑双手压到了他的喉咙,导致他的死亡。 至于弥生的女儿,只是为了哄他,为了让他不再哭泣,便又牺牲在他脖子上绑了个蝴蝶结, 却不小心窒息窒息而死,辩护律师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,根源在于死者的照片。 照片中中死者脖子上的伤痕,只有一点皮下出血和皮肤脱落,不同于检方提出的两手拇指用力压破喉咙,窒息窒息而亡的意见。 消息一出,震惊四座《最高法》的意见,2006年6月20日,最高法将本案发回重审, 最高法明确表明,一对母女在自家场遭杀害,被告人罪质重大。 非有特别酌情是有,需逐一死刑,被告人以强暴之计划,逐一杀死两人,虽未有杀人计划,但不足以挥避死刑。 并且,被告人反省不足,未认识罪责之重大。 就此,最高法指出,原判绝对就被告是否存有特别酌情之事,尽到审理之责。 量刑方是极端不当,发回广岛高等法院进行重审,震惊的对话。 2007年5月24日,重审的序幕拉开,此间,辩护律师组成21人的光式辩护团,提出更为激进的主张,被告人暴中一声, 只是将他误认为自己已经忙顾的母亲,被告人欣赏母亲不可能拒绝自己,于是便拼命押住被害者, 而导致被害者的暈厥,被告人,金银以为是过世母亲的迷生,想利用将身体注入死者体内仪式,进行死者复活的仪式。 难以想象的是,庭审期间,被告人同辩护律师的对话,再次与金四座,问,你还记得之后怎么了吗? 被告人,我突然觉得被捕传来一阵阵痛,我回过头去,正好见到迷生高举着某个发光的东西,为了夺下他手中的东西,我让迷生握倒在地,问,当时你的心情是? 被告人,我当时以为迷生是我的母亲,所以非常难以置信,问,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? 被告人,当我压着迷生小姐的时候,就觉得她的挣扎力越来越薄弱,也渐渐不在动她,但是,一想到刚才一度约绝过去的迷生曾经袭击过我,于是我又继续压着她。 当我注意到的时候,我的右手正好压在迷生小姐的猴头上,我吓了一跳,问,当时你有想要强暴她吗? 被告人,完全没有,问,之后呢? 被告人,我去拿了胶带,想绑住她的手,防止母亲变成另一个人,问,当时你有意识到自己累住了女婴的脖子吗? 被告人,没有,询问的时候,搜查远景才告诉我,我在她脖子上缠了两圈,绑了个个蝴蝶结,问,为什么放进小柜子里? 被告人,我相信多拉A梦的存在,觉得必出是一个能够实现任何愿望的四次元口袋,希望多拉A梦能够帮助我。 问,当时,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情? 被告人,我希望她可以活过来,曾经描述过一场借由直入镜子,就能使人女性复活的仪式。 问,你以为直入镜子后,已经过世的人就会活过来吗? 被告人,是的,透过这番对话,没有看出被告人一丝的完省记忆。 相反,却看到被告人一味的辩解,甚至不惜违反常情常理,刺激被害者家属。 可以说,在死刑概率明显增加的庭审中,被告人庭审之供述将自己送给了死神,考量死刑。 2008年4月22日,广岛高等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,判决理由驳斥了辩护团的主张以及被告人于庭上之供述。 更是将自身之因经,缠入该女经部进行监引起誓经,这一连串之行为,可合理推定被告人为了满足性欲罪行监引,供数据经过极不自然,无法采信。 被告人为了减轻自认,编造虚假陈述,其虽与口头宣称罚刑极限罪,但实际上却欲弄他们,刺激他们,被告人为能加深心中悔意。 相反,其反社会性格不断增长,不具有足以违避死刑之特别着量减刑之情状等等。 死刑遇到民意,这起案件,历经波折,起初,被害者家属只得以证人身份出庭,没有陈述己方意见的权利。 更深的是,被害者的遗教,只有被黑部门上,才得进入法庭。 法官也无需向被害者家属做出任何解释,随着案件的曝光,被害者协会的推动,被害者权利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,甚至引起了内阁的关注,进而推动犯罪者保护法,修正刑事诉讼法的出台。 相比五年前,被害者的权利明显大变,与此同时,未成年人被判处此刑,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民意的推动。 被告人没有一丝生命敬畏之心,却未被判处此刑,伤害了人民的法感情,喊杀之声此起彼伏。 民意就是如此,一把双刃剑,保障被害者权利的同时,也积极杀意,实则只是一种理想。 毛主席说过,一切为了群众,一切依靠群众,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,同样如此。 民意的呼声不可阻挡到,会影响此行适用。 实际上,司法与民意的碰撞,一直争论不休,与其说,要让司法与民意绝缘,倒不如思考如何回应民意。 或许更能解决问题,年龄背后的人生危险性,历经九年,被告人中被判处此刑,究其根本,无非是纠结于被告人年龄尚小,身心发育不完全,尚有再到可能性。 一审时,罢官未坐深挖掘,毫不讳言的严明被告人具有可疏性,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。 随之而来的二审,毫无二致,只是强调了被告人的行为极其恶劣。 但出于年龄问题,依旧认定具有再造可能性,与之不同的是,之后的三审及重审,不仅将涉案行为评价为极其恶劣, 而且认定被告人毫无悔意,反社会性格不断增长,具有人身为害性。 通常而言,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,尚有改不自新的机会。 处于这种常态观念,刑法才会有针对未成年人从轻,减轻的规范。 尽管如此,年龄背后同样裹挟着人身危险性。 因此,最后的判决正是实质考察了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,才得以突破年龄带来的再造可能性,正如本身杨所言。 换言之,年龄上的可塑造,只是一种推定,应当允许被推翻或者反驳。 不能说年龄一定可以成为主党应受惩罚的党界牌,能否不杀? 透过此案,我们可以看到,日本的死刑适用,考量的不是应不应杀的问题,而是能否不杀的问题。 即使案行为极其恶劣的情况下,被告人是否还存有不杀的理由。 只言之,是用死刑的案件,本身存在多个应杀的理由,只是还需要再判断是否存在可以不杀的特别因素。 除非这个因素被推翻,否则便不是用死刑。 值得注意的是,二审极其严厉的谴责被告人之恶劣,但是考虑到被告人以安反悔,存在重生之可能。 具有特别情形,判处无期最为妥当,不同的是,再审法院推翻了年龄因此带来的再审可能性,认定被告人反社会性格不断增长。 从而排除了不杀的理由,日本死刑是用了价值评判顺势值得借鉴,先评价被告人是否应当被判处死刑,再考量被告人是否存在可以不杀的特别情形。 只要存在特别情形,死刑并不能续用。 除非这个情形被推翻,只有如此,我们才能真正会撤上杀,审杀的司法政策。 免责,非作品如设等问题,请先尽快联系我们,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,直在分享交流。 并不代表赞同文中空殿,和对其真实性负责,请攻读者参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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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